大家好 露出一顆頭加神秘微笑 用繩子吊免治馬桶 陳時中合體網紅四叉貓 想宣傳北市公測政策 我當市長 台北市政府管理的3673座公測 全面裝設免治馬桶 但被對手質疑 參選人怎麼會搞偷窺 教壞小孩 我們有接到一些反應 對於變得橋段 大家有一點意見 那我們也立即做相關的修正 面對質疑後續影片 已把偷窺橋段下架 但其實這創意來源 是早在網路流傳已久的 這個梗 藍綠都有政治人物被惡搞過 用偷窺廁所圖 披上不同人的臉 下方再上符合時事的字幕 這回陳時中把他影像化 明前響伯年輕人一笑 但在這之前 也跑酒吧調酒跳街舞 讓柯文哲認為演很大 我們說演 雖然是說人可以細路寬廣 但是也不可能這樣 你明明就訴諸 演成林志玲 這也是跟人設到尾 你知道嗎 首度主持自家網路節目 拿資深藝人訴諸跟林志玲 對比酸陳時中 也讓對手批根本歧視女性 不過其實柯文哲最想嘴的是這個 意思就是參選模式被copy了 看看2014年柯文哲積極融物年輕人 扮DJ刷碟跳街舞 2022的陳時中 同樣找年輕人尬舞和網紅拍政策片 選舉已經變成是一種表演事業 就是要炫耀那個廣告 到底真的做上去行不行 政治人物用梗包裝嚴肅政策 參加年輕人活動博選票 但對選民來說 可不希望 這只是選前的昙花一線 請支持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全新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霍大視野掌握趨勢 邀請您訂閱並且開啟通知小鈴鐺